哈囉 很久沒跟大家分享煮咖啡這件事情了 那我平常自己煮咖啡我是會用手沖 然後但是如果我想要喝拿鐵啊 或是卡布奇諾 我現在會用這個東西 就是 Bialetti的Milka的摩卡糊 那它這個呢 跟一般的摩卡糊差別在於是 它這個上面有多一個 卸壓法的動作 它這個東西呢 它就可以讓就是 上面裝牛奶之後呢 它在那個咖啡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順便打氣體 然後就是 等於是幫牛奶加熱 然後還有產生出氣泡 那這東西呢 跟真正的那種 Espresso的機器來講 它的壓力當然沒辦法這麼大 它沒辦法打出那種很細緻的奶泡 但是如果是對於你是偶爾想要喝一下這種 拿鐵啊 或是卡布奇諾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這個已經算是夠用了 好那這個 Milka的這個摩卡糊呢 它有出兩個size 一個是一杯份 一個是兩杯份的 然後我現在買兩杯份的 那兩杯份的它可以裝滿 就是一個 那個 馬克杯的大小 所以我就選了它 好那話不多說 馬上就來 進行我們 這一次的 煮咖啡之旅吧 好那其實它的這個結構呢 其實跟一般的摩卡糊都是一樣 就是一樣 分上壺下壺 然後有這個 裝 粉潮的地方 然後下面是 裝水 好那我們先來 裝水 那 它這個呢 它還有附了一個杯子 就是你裝水杯子 然後它有分為 你是裝 你用瓦斯的 然後還用那個 電 陶爐 加熱的時候 你的水量是不同的 好那所以我 我現在是用這個 是用瓦斯的 所以我就是 裝瓦斯的水量 然後再來就是 裝 咖啡粉 然後我現在示範的是用這個 以你的摩卡的專用豆 然後這次已經是 磨好的 所以我就直接裝下去就可以了 好然後這個粉潮只要填平即可 它不用去 特別去壓它 因為壓太緊它其實可能會 水會沖不出來 會更慘 那接著把上壺跟下壺把它酸緊 記得要酸緊喔 因為你不酸緊它會 會從兩邊溢出來 會蠻危險的 好然後最後是要加入 鮮奶 那我們鮮奶是直接裝在 上壺 然後它裡頭呢有個刻度 所以就 裝到刻度的 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那準備完成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上 火爐就可以開始囉 那記得上面這邊呢 如果你要打奶泡的話 你上面這個要壓下去 那如果你想要喝拿鐵的話 就是把它推上來 然後就看你的喜好 好啦那 直接開始 好當你聽到 那個上面蝦把它被推開 代表它已經OK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火源關掉 然後 這時候如果你偷看一下上壺 你會發現已經 打出了 濃密的奶泡 然後這時候咖啡已經上來跟牛奶做一個結合了 好其實這樣就已經是大功告成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裝入你的 阿克杯裡 那它奶泡的大小跟細緻度呢其實是跟你的 牛奶其實是蠻有關係的 你可以多試幾種鮮奶 來看哪一種 打起來的 奶泡是你喜歡的 好那如果你是大人的話 想增添一點風味的話 其實可以加點 飲料們 比如說這個 貝利斯香甜酒 還不錯喔 其實之前是貝利商店有做過活動的 然後我把它留下來 然後呢 只要在一個 週末的午後啊 你可能想要自己 就是自己 跟自己 好好的一個對話 跟生活的話 你其實就可以加點下去 這就是個很棒的下午呢 好啦 那這次這個 比亞雷提的 Milka 咖啡壺呢 介紹就在這邊囉